不能下車好了 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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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在了 都已經上車 卻突然被司機趕下車 讓乘客有點障惡金剛 摸不著頭緒 乘客被趕下車的地點 就在高雄中安路旁的百貨公司 由於現場是右轉專用道 因此引發雙方的吵架糾紛 原來當時乘客在右轉道的出入口 自行開門上車 但司機好意提醒 卻遭到回嘴 其實附近80公尺 就有計程車招呼站 而且根據道交條例 司機因此成了妨礙交通秩序者 還可開罰1500至3000元 另外鳳山有育校學生 搭到這輛計程車 短短2.4公里 就被收費600元 由於正常跳表只要120元 讓學生氣到想要檢舉 原來育校生中秋節當天上午8點放假 為了儘快到附近的捷運大東站 因此六名學生在學校附近 才會遇到這名誠信司機亂寒假 交通局表示司機已經違反公路法 檢付相關資料請司機說明後 就能開罰9000到9萬元罰還 因此只要依照相關行車規定 才能立直氣壯 TVBS新聞張麗玲和一信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榮 八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